下面一句大功德光明 这个功德跟负德有差别 负德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负报 负报可以与别人共享 功德就没法子了 什么是功德呢 功是你修学的功夫 修学有功夫 你必定有收获 所以这个德跟德时的德 一个意思 你一定有收获 比如持节有功 这个戒修得很好 有功 成定是得 应戒得定 这个戒修得再好 不能得定 功夫总是差一截 持节持得很好 为什么不能得定 古德 古德讲的很好 自己修行的很好 用现在话来讲 值得骄傲 这就完了 值得骄傲就完了 你研究经典 研究得不错 值得骄傲 蒋台上 讲经讲的不错 值得骄傲 这要傲就完了 功德就没有了 傲什么 烦恼啊 持节持到最后 烦恼现成 所以慧能 六祖慧能大师 讲得好啊 谭经上讲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固 你持节要持到 不见世间固 就得定 你那个持节 就变成功德了 持节得定 那个持节是功德 持节不能得定 持节是福德 所以持节 这个是两种 一个是功德 一个是福德 因节得定 那么修定呢 也是如此 修定要开智慧了 这个定就变成功德了 那就有功了 修定而不能开智慧 这个定 是世间禅定 那修得再好 四禅八定 主要知道 四禅八定 都没有开智慧 出不了三界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 修行之人 很容易 其正上慢 这个正上慢 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 值得叫 别的人不如我 我比别人高一等 只要有这个念头生了 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 所以大功德能灭罪 能灭罪 能灭罪 能生善 功德是灭罪 如果修学 如果修学 悟和阵障 善不能生 这就完全错误 这个我们不能不懂的 所以佛家修行 这个高灵原则 着重在修观 天台家讲 三知三观 我们念佛 也没有离开 修观的原则 没离开 观是什么呢 观念 修观就是 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 修正过来 这个叫修观